今年来随着市场消费环境的变化 国人也不止满足于吃得饱 现在更注重生活的品质 可是就整体的农产品市场环境来说 大量假冒伪劣的农产品 披着生态产品的外衣 充斥着市场 让很多人眼花缭乱 面对如此恶劣的农产品环境 很多国人更倾向于外国的农产品 选择国外的一些进口农产品的根本原因 就是绿色 健康 环保 质量有保证 有的人甚至不惜高价购买外国粮 俄罗斯面粉10块一公斤 日本大米75块一斤 和中国的粮食价格差了那么多 还是有人会买 同样都是粮食 国人为何更偏爱外国农产品 究其根本还是要从国外的生态农业说起 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强调不使用化肥 或不使用低毒农药的方式进行生产 从而降低对于环境的危害 生产出绿色 环保 高品质农产品 消费者对这样的生产模式很信赖 在全球生态农业目标这几个国家堪称典范 生态农业做的唯美为患 一个是以严谨健康安全著称的德国生态农业 德国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生态产品所采用的原料必须是生态的 不能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 杀虫剂 除草剂 而使用有机肥或场效肥 有益天敌或机械除草方式等 另一个堪称世界生态农业的典范的 就是菲律宾玛雅农场 玛雅农场的前身是一个面粉厂 为了充分利用面粉生产厂的大量敷皮 建立了养畜厂和鱼塘 然后建立了肉食加工和罐头制造厂 再后来陆续建立起十几个沼气提供能源 这一过程都没有产生废气 废水和废渣的污染 这里的利用资源实现了生物物质的充分循环利用 如今国外的生态农业发展迅速 在中国已掀起扑面而来的浪潮 虽说我国稻田养鱼 丧鸡鱼塘等模式已有上千年历史 但在此基础上推进生态农业还是很困难 一方面是投入时间长成本高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粮食产量上不去 另一方面是市场环境不成熟或销售渠道所限 大量优质农产品存在滞销的问题 再加上各个环节监管缺失 市场上存在大量假冒伪劣的生态农产品 造成好产品也筹价 农民积极性不高的局面 不过中国已经在努力地寻找生态农业的发展之路 希望未来中国的生态农业让农民安心 消费者信赖 关于生态农业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